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上五千下五千 它是一个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之下的演变过程 客观条件 我们跟西方之不同 就不同在 首先是我们属于欧亚大陆板块中受第三级直接影响的东亚部分 地理条件不能说决定论 但它至少是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们说这里边请大家注意 就是实际上这个地理条件决定很简单 我想这是你们小学的功课 这四个人一看都懂 那它全球水分循环是怎么回事 右边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 大家看因为刚才第一张图上给你们看到的青藏高原学起为第三级 因此它有南级和北级的共同的这种作用 就相同的作用 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印度洋的水汽和太平洋的水汽 到了青藏高原 它会被拔起来 最为重要的是东亚太平洋的这个水汽到了青藏高原 已经是强弩之末 按说已经没有多大的劲了 但是因为青藏高原上面冷 它被拔起来 使青藏高原成为一个不仅是第三级 而且被叫做亚洲水塔 上升到四千公尺以上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左右 上升到四千公尺以上就转化成浴冷江水 于是青藏高原就成了世界最大的冰川和湖泊 高原湖泊最集中的 我印象里好像是一万两千多个湖 有一定规模有一定面积的湖泊 大型冰川 长期降雪 重压所形成的冰川 就会导致冰川溶水 因此青藏高原 便是四季 向亿江春水相农流 倾泻着水源 它就变成了所谓亚洲水塔 它向东 向东就是中国的亿江春水相农流 就是东亚大陆农业就这么来了 向南就是沿着横顿山往下走 就有了中南半岛 有了东南亚 所以你们看整个这个亚洲的这个 东部的这些大河 全部本源于青藏高原 且不说长江黄河 红河 伊勒瓦底江 这个恒河等等这些 不都是从青藏高原发源出去的吗 所以整个亚洲的这一带 它之所以人口稠密 而且几乎都是类似的生产方式 小农经济 就有地理条件决定 不是谁的人种比谁先进 也不是谁的文化有什么超高的地方 都不是 其实就是客观地理条件决定 因为有水的流向 就既有水利又有水患 人类要利用水利 就得聚落而居 于是就有了村落 村落就是社会 于是就有了村内的 所谓守望相助 就有了村的文化 就有了人在村落定居的这个体系之中 形成的人与村舍共生的 所谓的村舍理性 村舍理性 跟我们90年代全盘照搬西方理论 所形成的那个 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最终会达到社会平衡 跟这套理论就完全不一样了 至今以 因为这个这个理论 就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这个个人自由 这个理论 是西方理论的核心 而在东方 个人 是很难在 水这个自然的力量面前 有所作为的 他一定得是聚落而居 还有条件 利用水 才有条件 当然对不起 单纯一个村也未必能防得住 那要想止 想要防止水患 就得都村落联合 而村过去是部落 多部落联合 就构成早期的国家 所以东方 东亚社会 以水 而形成的这个体系 既不同意西方 激进自由主义的这套体系 也不同意西方 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套体系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也得中国化 这是 是长期的任务 因为尽管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是共产主义的政党领导 但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是西方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中国化 那就是西方思想体系 指导我们中国的发展 同样是有相当的偏差的 于是一定要 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改造成中马 西马变中马 也是一个话语的重新构建过程 不是简单的 就是我们各地的这种 马院的朋友们 在那熟读援助 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在我们这儿 这两个对立的派别 我们看它是同属于一个体系 它是一个体系的不同表达 也因此对中国来说 要想实现中国特色的 这套话语构建 恐怕需要同时对付 两个方面的批评 我们现在在社会上所遭受的各种批评 既包括左翼的 也包括右翼 当然右翼的批评声音强一点 这个是主流 左翼的批评声音小一点 也是比较直白的 是那个思想体系也是清楚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回答的原因 是因为 一方面当然是没时间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这套话语需要有一个 渐进的不断的调整 不断的讨论 不断的成熟的过程 我们现在只是在提出 离这个话语体系 成为一个可以被人们 广泛接受的体系 还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现在只是讨论 这里边下边有一个提法 就是如果你们去过东非 去过那个东非大草原 去看过那个 齐里马拉多的雪山 你们应该知道 这个有点像 像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古埃及 古埃及的所谓上埃及 就是雪山溶水下来以后 在这个 尼罗河早期形成的 这个河流沿岸 因为它周围是沙漠 所以只能是 依水而居的 这种埃及古代文明 有点像 它周围 它没有生存条件 只能是沿着河 然后从上埃及 随着河的气候不断暖化 这个雪山溶水增加 然后河流不断的扩大 变成一个蔓延的水系的时候 就有了中埃及下埃及 一直延伸到入海口 它也是依水而居的 这么一种社会 所以你看古代埃及 我去看过很多 埃及的那些神庙 有一个感觉 就是古代埃及的 那些墓葬文化中的 那些雕刻和壁画 它所表达的 和我们在东亚看到的 有相似性 那叫做群体文化 群体文化的一个重要的 表达形式就是千人一面 所有的这些干活的 几乎都是同一个身材 同一个面孔 就是这样一群 一个群体 那只有酋长和祭司 才是高大的 那个但是 那个样子是一样 只不过是 它用的是身材的大小 同样是单线平图的 这样的表达 这就跟 跟海洋文明的那套体系 有很明显的差异 所以看古埃及 我们说 四千年五千年前的那些 古代埃及的出土文物 和古代中国的 出土的这些文物 可有一笔 都是群体文化的 这种古代的 艺术表达 这种古代的 确实的 确实的 预理